杜玉明回忆录,远征军入眠对日作战经历。 4. 惨败后的总退却 当4月27日罗卓英下达曼德勒会战命令的时候,西路英军已全部退至伊洛瓦底江以西,正准备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中,我新38师直接担任英英军的撤退掩护。 中路我新22师的一步在他西以北30公里处的温丁与敌对峙。 中路我第二百师正向罗列姆攻击前进中,第六军已全部离开公路,向萨尔温江以东撤退中。 敌人先头已到达细胞,以南大桥附近,腊术十分危急。 罗卓英当时的兵力部署,以新28师四个营首曼德勒河心,以新38师守瓦城以西伊洛瓦底江的北岸,湾曲部。 以新22师及96师分访瓦城以南小河之线。 第28日占领腊术后,29日第一步复战车友细胞回转曼德勒。 这时罗卓英张皇失措,再不叫让曼德勒回战了。 30日,他集领瓦城各部队向伊洛瓦底江西岸撤退,因东岸道路不良,续向巴默,密之纳后撤。 从此我中国远征军走上惨绝人寰的惨败境地。 西部我军自4月27日前后,即由孟尼瓦、曼德勒西、铁路终点,向印度英普哈尔撤退,所有武器车辆全部遗弃。 至5月3日前后,在孟尼瓦附近与迪小友接触后,急无消息。 东部第六军25日以后,急向景东方向撤退。 迪先头卡车白亮,已到蜡树南110英里之空海平。 26日午后六时,即到达细胞东南至南海附近,与西22师82团接触。 27日,我放弃细胞,28日,迪向蜡树心29师攻击。 当晚蜡树失守。 30日,新29师在心微不防,5月1日即失守。 5月2日,跪节失守,105英里通密之纳,八末的公路开放。 3日,迪攻陷宛丁,分兵进战八末。 4日,迪向回通桥急紧。 当时参谋团控制着战车部队,竟不知使用战车逐次抵抗,阻击敌人,反令与敌战斗。 又在芒市附近,破坏一连战车,以阻塞道路。 他们对于武器运用毫无常识,可以想见。 5日上午,迪近至惠通桥,与我三十六师先头部队接触。 当时惠通桥已破坏,迪由上游渡河,与三十六师后续部队发生激战。 六、七、八日这三天,敌我仍在惠通桥东岸急战。 八末之敌于八日近战密之那。 九日,惠通桥东岸之敌被击毁西岸。 十日,敌战腾冲,在溃退中沿途狼狈情况及破坏惠通桥事的惨状, 我将在另门叙述。 中部我军于五月一日全部撤完,并将一江大桥破坏。 十,罗元计划退过一江后,利用火车由密漫铁路向巴默撤退。 不料时,罗城第一列火车从斯威宝开出二里及碰车, 近日修通后,开至坎巴拉车站,以后再无车可开。 此后,第五军直属部队二百师,九十六师及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, 即徒步轮流掩护撤退,部分以汽车分段利用牛车道转运。 八日到卡萨南印岛时,十夕时,罗已于三日前丢下部队, 置身逃往印度。 我派参谋长罗又伦追赶一尾追到。 罗并来电令,全部向英浦哈尔东一五零公里之温早撤退, 同时又奉蒋介石七日令向密之纳,片马转进,误在犹豫停顿。 我召集各部队长及参谋长商讨后,决心仍照蒋介石命令向国境撤退, 当时各将领均无异议。 九日卡萨发现敌人,这是仅有孙师先到卡萨掩护的一个团, 于是虽倒而料失,孙师主力尚需一天办事,可从正面撤下。 我判断敌人企图从南北包围歼灭我军, 如不能将部队集中掌握,极有被敌各个击破之鱼。 卡萨地形覆山带河,形势险要, 如果将敌击退通过,深恐旷日持久, 不能达成先战密之纳的任务, 若以一团掩护主力,安全转进,尚可希望达成任务。 正在决策间,有收到敌人三日战巴默,八日战密之纳的广播。 于是我决心先前九十六师在右翼掩护, 并于孟宫附近占领掩护阵地, 使主力经孟宫以西以北进入国境与敌座游击战。 命令下达后,各部队军遵令转进, 都心三十八师未召命令,而是召使, 罗命令一直向西,经英普哈尔入印度。 至此,我中部军集分为四条道路, 以不同的方向撤退,第五军直属部队之一部, 新二十二师及掌官部所属各单位如交通部处长唐文体, 铁道兵团团副章学艺所率的交通员工, 散边团运输大队及英联路官二人等, 由漫西北后转打落到新平阳, 因雨季延时二月余, 又奉令改到入英至七月底到印度列多。 八月初我奉命返国, 第九十六师及炮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英, 葡萄,高离贡山返国, 第二百师及新兵训练处补充一, 二两团自唐籍开始攻勃列母, 以后沿途突破敌人封锁线, 经南盘江,梅苗,南侃以西返国, 各部队经过之处, 多是崇山峻岭, 山栏重叠的野人山及高离贡山, 森林碧天, 文锐成群, 人烟称少, 挤养困难。 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, 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, 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, 多为敌人封锁, 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, 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, 因此曲折迂回, 废时旷日。 至6月1日前后, 军直属部队的一部, 锦西22师到达大陆, 96师到达孟关, 孟拱西北附近, 200师到达中缅边境南侃附近, 黄墙部到达国境护水附近, 与国内宋西连部取得联系。 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, 缅甸雨水特大, 整天倾盆大雨。 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路的河沟小区, 此时皆洪水汹涌, 既不能涂射, 也无法驾桥百度。 我工兵杂志的无数木发, 皆被洪水冲走, 有的连人也冲没。 加以原始森林类, 潮湿特圣, 马黄, 蚊虫, 以及千七百怪的小八虫, 到处结识。 马黄叮咬, 破伤风病随之而来, 瘧疾, 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, 也大为流行。 一个发高热的人, 已经昏迷不醒, 加上马黄吸血, 蚂蚁侵蚀, 大雨冲袭, 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。 官兵死亡累累, 前后相继, 沿途尸骨遍野, 惨绝人寰。 我自己也曾在打落换了回归热, 昏迷两天, 不省人事。 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, 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, 已延误了二日路程。 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, 而沿途护离, 我的长连长却因受传染, 发而不治。 二百师师长戴安兰因重伤殉国, 团长柳树仁阵亡, 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斌, 团长林泽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。 至八月初, 各部先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。 据当时初步统计, 由于指挥错乱, 至各部队被敌杀伤, 落伍, 染病死亡的, 比在战场上与敌战斗而死伤的还多数倍。 即中国远征军动员总数约十万人, 至此仅于四万人左右。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撤退中损失人数比正式作战伤亡的大的很多, 尤其在正式作战中为损失团长以上将领, 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元之多。 其情况之惨, 可想而知。 指其他两军, 初刑三十八师在仁安枪制以外, 其余损失也都是溃退中的损失。 丧尸辱国, 最无可耍无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中英战略矛盾, 美方别有阴谋, 从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这一协定来说, 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, 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, 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, 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。 可是, 自从中国免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异件草案, 于1941年5, 6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, 在半年多时间内, 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即为着手准备, 以为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免布防。 多次中英回报中, 英国方面一直坚持他的错误判断, 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, 佛海布防, 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免布防问题, 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, 这是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。 当1941年12月7日日口对英宣战后, 我第五师、 第六军及行动员入免远征, 同月11日掀起一个团到晚丁, 车离方面也做了部署。 16日, 第五军急行出发, 26日先头部队到达宝山附近时, 即因英方表示, 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暂时无庸入免而停止, 一直延误到1942年2月16日在行动员入免。 英方为什么这样呢? 词中内幕, 当时谁也猜不透, 后来终于被一个比较善良的英国人, 只能这样说, 揭穿了, 中国远征军再度动员入免远征时, 英国驻缅甸总司令胡敦不充分攻击中国远征军的油料。 我第五军有一个技术员陈乃能当时当我的代表, 在曼德勒领油, 会到他认识的一个英国老朋友。 这个英国人拉着手对他说, 你不要听英格兰人的鬼话, 我给你每月发一百万加轮油, 再多点也行。 这个英国人气愤地说, 没有汽油怎么能打仗呢? 英格兰人的国策是, 远东殖民地宁可丢给敌人, 不愿让与友邦, 你懂吗? 并指着伊洛瓦底江的两岸堆积的汽油说, 这许多油, 你们几年也用不完。 原来英国是宁愿把缅甸丢给日寇, 而不愿让给中国。 其实, 中国只是为了战胜日寇, 需要借重缅甸仰光海港而已。 这是中英间的主要矛盾, 未能及时揭露, 合理解决。 所以, 英国始而不同意, 中国远征军预先入眠不防, 继而战争爆发, 又阻止中国军队入眠, 即仰光危急, 英国才要求中国一个团, 一个师, 即我先投部队到同谷后, 他集队中国远征军实行缓运。 这样, 英国政府的阴谋就暴露出来, 他是利用中国军队来掩护他的安全撤退, 并不希望中英并肩与敌决战, 更不是为了保全仰光这个海口。 中国迁就英美, 放弃指挥权。 蒋介石当时是中国战区总司令, 可是联合军统帅部并未赋予蒋介石在缅甸作战的指挥权, 中英双方意味就此点达成协议。 可是蒋本人企图以这个头衔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, 他的做法是, 若要取之, 必先与之。 就是说, 他要取得指挥权, 必先让英国指挥一些中国的部队, 然后在重要关头, 他自己亲自来指挥。 在第三章里, 我已举出一些势力, 但英方并不欢迎蒋介石, 所以他不得已才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。 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, 曾于1942年2月27日令侯腾飞反腊术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胡敦, 大意是铁道由我方守备, 派副司令主持运输, 划清中英作战递进。 我派联络员到英军司令部, 要胡敦将军答复上相照办后, 我第五军使入眠。 英国是一个唯利师徒的国家, 只要与他有利, 他是什么也承认的。 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, 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, 因而未语成任外, 其余都接受了。 3月1日, 蒋介石钦到蜡叔指挥部署, 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, 取得指挥权。 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, 他们会谈情况我虽不知, 可是指挥权的问题仍未取得协议。 因为以后, 蒋介石赵基武, 六两军长指示说, 魏菲尔判断日口迟迟不攻仰光, 细阴肚色当何困难, 但他判断是由于调查我军行动, 并说, 如敌人兵力在一个师以内, 我应对其攻击若有三师, 则五军主力集中后方, 按此细致他西曼德勒以东以北地区。 由这些情形看来, 蒋介石仍未取得指挥权。 蒋介石另来一手, 在他离蜡树前, 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蜡树, 指挥中国远征郡, 并面命我要绝对服从史迪威, 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。 这就是在中国远征郡之上, 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。 史迪威一出头, 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, 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勉军总司令, 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。 亚历山大一到任, 便下令放弃仰光。 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, 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, 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, 指手画脚, 不可一世, 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, 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。 蒋介石以英方不通知中国, 即放弃仰光, 非常愤怒, 3月9日领第五军为入眠部队暂缓入眠。 11日正式令第五, 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, 12日又领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。 12日, 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, 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。 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, 于18日游蜡树飞鱼, 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, 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。 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, 在铜骨击灭敌人一步, 以张大他的升危, 从中取得中英军在免联合作战的指挥权。 史迪威由于反免后, 因为二百师撤离铜骨问题和我闹翻, 他就反没瞄向亚历山大报道, 表示归英方指挥。 据刘耀翰对我说, 亚历山大在重庆返冕后, 蒋介石曾给史迪威一封亲笔心, 要使归亚历山大指挥。 从此, 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, 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前, 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令亚历山大宰割, 并派出他的楼落, 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之事。 最后, 他和罗卓英两人丢下大军, 置身逃往印度, 造成中国远征军的惨败。 就中国方面说, 蒋介石过分迁就英美, 应付最大的责任, 使迪威逃往印度, 还幻想凑合一部分兵力打通甸免公路, 1942年7月间, 曾草拟了一个反攻缅甸计划, 作为他在缅甸指挥无方遭到惨敌的遮羞部。 此案在当时国民党政府中一直酝酿到12月间, 因英国自顾不暇, 美国也不同意, 并未实行。 以后1944年间, 中国驻印军反攻缅甸, 也不是照这个计划从仰光灯部, 而是从缅甸北部密支那方面攻击。 这也说明使迪威只凭主观愿望, 不顾当时中美英三方具体条件, 在失败后还写了一纸废文, 中国远征将领的失职, 中国远征军惨败, 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, 罗卓英的责任更大, 尤其罗卓英对于乔克巴当的行动, 根本无敌人, 谈不到战役更是惨败的关键, 他把军队的升帝占领每秒, 唐吉门户, 依据汤鹏山脉为根据地与敌座持久战, 变到死地, 向乔克巴当指乱军队主力, 又失守唐吉, 一意孤行, 以致一败涂地, 丧失辱国。 罗卓英为什么这样糊涂呢? 不, 罗卓英不是一个糊涂人, 他明知我远征军作战的目的, 其所以背道而驰, 使他太聪明了。 他觉得依靠美军可以拿到美国装备, 在远征军反动集团中就在争这一问题, 可以掌握美国装备的军队, 以谋升官发财。 所以他到缅甸后, 就投到美国主子史蒂威的怀抱, 俯首贴耳, 为命识听, 甘心做美国的走狗。 最后, 他丢开蜡树门户而不顾, 坐视蜡树威王而不救, 并且同史蒂威一道丢下部队, 只身逃往印度。 当蒋介石听到罗卓英逃印时, 曾电我追回, 但因他逃得太快, 追也来不及了。 以后, 史蒂威在印度掌握中国军队的目的达到了, 就控告罗卓英实大无能, 把他赶回中国。 这就是做走狗的下场, 我的最大责任是, 1942年4月19日, 位于史蒂威, 罗卓英彻底闹翻, 未能独断专行, 下令让第五军全部向唐级集中, 反而委屈求全, 先且离各, 团到乔克巴当去。 对于史蒂威的命令, 我并不在乎, 因为可以向蒋介石请示, 而对罗卓英英服从到如何程度, 却未曾得到蒋的指示, 心中无敌, 未敢断行, 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。 以后又未料到, 敌人先我轻战巴默, 你知呢, 丢车上山的决心太晚, 又造成雨季困于野人山的惨境。 至于其他某些将领的无能, 如甘利初逐次使用兵力, 对当面之敌始终不明, 臣免无放开正面, 回避战斗, 新二十八师, 新二十九师, 军系康泽的别动队改编成师, 毫无战力, 移出击垮等等, 也是惨败的局部原因。 我这篇数略, 主要是揭露中英美三方的一些, 表面化的矛盾, 说明惨败原因的关键, 材料极不充分, 分析也限于个人的认识水平, 对与不对, 刘戴史家加以批判。 选字文史资料选集, 第八集, P313357, 中华书局1960年版。